1948年12月5日,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态度。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急于尽快歼灭被死死围住的国民党人。 而被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和杜玉明集团急于突出重围,一场大战再次难免。 而对于决战双方来说,都到了只能胜利故无失败的紧要关头。 这一场艰苦的围巾战究竟会如何发展下去? 请继续关注军旅作家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役。 第七集 殊死较量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别将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和杜玉明集团包围在了狭窄的地区之内。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虽然中野和华野看上去已经胜权在握,但实际情况却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要同时进行两面作战,而被围的黄维兵团和杜玉明集团有作困兽之斗。 虽然包围圈在一点一点的缩小,但是战斗的进展却十分慌慌,那么这一场围歼战将如何发展下去? 不甘心失败的黄维和杜玉明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百家讲谈》系列节目,军旅作家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军,第七集,殊死较量,敬请关注。 上一讲我们讲到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别将黄维兵团和徐州集团的三个兵团包围在距离很近的狭窄地域之内,形成了一个黄维战场一个惊人的战役态势。 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总兵力上并不占优势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怎么吃掉这两坨重兵集团? 因为他们在两面作战,那么这种两面作战决定了,接下来的战斗会万分的艰苦。 那么就当前的形势来讲,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赶紧迅速地吃掉一坨再说,吃掉一坨剩下一坨就好办了。 先吃掉谁?肯定是黄维兵团,那是一个兵团啊,而且已经围了这么久了。 但是中原野战军对黄维兵团的总工程命令一拖再拖。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战场是一片大平原,没有任何有利地形可以利用。 而且,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队的助力兵团。 它的火力非常的凶猛。 当中原野战军官兵在冲过开阔地的时候,往往受到巨大的杀伤,伤亡很大。 那么只有采取一个办法,挖坑道。 挖坑道一点一点像黄维兵团的前沿接近,挖坑道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一点,我们前面也讲过,黄维采取了一种叫蹂躏战术的方式。 它不是被动的被围,它是不断地派部队进行出击。 这边在挖坑道呢,它是每天都在出击。 你还得要防止它突围而出。 在每个方向上每天都发生非常激烈的战斗。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原野战军万千挖坑道这个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 坑道是越来越接近黄维兵团,包围圈越来越小。 这个黄维啊,心情非常的不好。 首先,且不说包围圈越来越小,吃什么呢? 十二万人集中在一起,粮草很快就吃光了。 伤员没有地方藏,所有的粮食都靠空投。 在中原野战军的对空射击当中,国民党的飞行员又不敢把飞机飞得太低,很高就开始空投。 它哪投得那么准呢? 大部分粮食落在中原野战军的阵地上去了。 它所得无几。 而且空投的数量也实在有限。 还有一个让黄维心里特别感到绝望的是,从这以后,蒋介石给他的电报当中,根本看不到什么顽强抵抗,援军将至这样的字样。 甚至看不到固守代员这样的字样了,只有一个字样不停的出现在蒋介石电报当中,就是说你自行突围。 黄维是很会打仗的一位将领,他知道什么叫自行突围。 从战役学上讲,在此种情况之下,最危险的一条路就是自行突围。 不突围,你还有生存的希望,你还能抱成一团进行抵抗。 一旦自行突围,不得就散了。 况且,离着被围的杜予明集团很近,只要我在这儿坚持下去,也许还有生的希望。 两个集团离得这么近,和黄卫兵团的低落的士气相比,中央人均现在的士气还是比较高。 不但作战比较积极,挖坑道也比较积极,而且战士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你比如说,中央人坚兵发明了一种武器装置。 他们起个名字叫飞雷。 后来我查的一些资料,很简单。 拿个大汽油桶,或者干脆是个木头桶,里头撞上火药。 然后自己做了一种大炮弹。 这炮弹有二三十斤。 实际上就是大炸弹,利用大铁桶里边的火药,把炸弹给抛射出去。 抛射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有的灵魂就爆炸了。 声音非常之小,杀伤力也非常之大。 黄卫兵团的官兵特别害怕这个玩意。 我看了很多回忆录,被捕的黄卫兵团的官兵管这个土装置叫煤粮心炮。 声音太大了,杀伤力太大了,给守军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惧。 同时,在阵地前沿,到处都是标语牌子,插着,投降吧,你们没有出路了。 到处发传单,黄卫兵团的官兵最喜欢一个传单,一种传单。 这个传单这么大纸,上面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 每个人捡到这个都叠好,揣在身上。 他们管这个传单叫八路通行证。 在中原野战军的战壕当中,我军的政治工作体现了巨大的威力。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就开会讨论,怎么选择出击的时机,怎么选择出击的方向,怎么才能减少自己的伤亡,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等等这些问题。 参加讨论的还有什么人? 还有被俘虏过来的,自愿参加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士兵,换了个冒灰。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 而且这个讨论会当中还有一个题目,叫做,为什么一年之内可以打垮蒋介石政权? 这些伏虏兵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兴致勃勃的参加。 各个纵队开始在战壕当中发行自己的油印小报。 有的纵队还印刷了画报,当然质量不太高了。 但是古武士气,更重要的是,和包围圈里的皇位兵团的官兵相比,中原野战军,吃饭不成问题。 能吃饱,而有时候吃还挺好。 老百姓包装得好,人民军队得到人民群众的权力的拥护。 大量的食物万上送。 而且送上来的时候都用棉被包着,还热乎乎的。 官兵们最喜欢吃肉包子。 一咬一流油,吃起来痛快。 这肉包子的香味就飘在国民党战地上去了。 就受不了这肉包子的味儿,就不停地有投诚的过来。 有一天,一个叫张明虎的国民党战士。 士兵,往这边跑,跑的时候后边机枪追着他扫射。 这边我们的共产党军队的战士就喊,赶紧跑,还有三十米,还有三十米就解放了。 最后张明虎跑进来了,赶紧拉进这个战壕。 二话没说,吃包子,饿坏了,先吃包子,再吃油饼,再吃窝窝头,反正什么都吃。 吃的实在是饱了,然后蹲在那儿,开始抽。 官党官兵给他递过的汉盐袋,一边抽一边聊天了。 张明虎说,我过去是铁匠,生活很苦。 然后旁边的战士都说了,你是铁匠,我是长工,我是电户,我们都是穷人。 当天晚上,张明虎跑过来,国民党士兵就参加了战斗。 打了一球,天亮的时候张明虎没回来,大家说坏了,光荣了,大家很难过。 这小孩很可爱,结果正在难过的时候他回来了,高高兴兴的跳进战壕。 还飞了好几艇机关枪,张明虎成为一个英雄战士。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已经整整打了一个月的时间。 12月6日下午4点30分,中原野战军下达了对黄围兵团总攻的命令。 尽管此时,黄围兵团的官兵士气低落,相反中原野战军官兵的士气高涨,但出乎意料的是,总攻一开始,中原野战军从各个方面的进攻都遭到了敌人的拼死抵抗。 9宗、11宗打的那个方向,前面有个村,叫张伟子村。 这个村离双队极很近。 可以得到黄围兵团的重炮的支援。 所以在这里防守的国民党的75师,防守非常顽强。 所以使从不同方向突击的9宗和11宗的官兵,这个冲击屡屡受阻,伤亡很大。 被迫调整攻击部署。 9宗26旅的旅长将项守制。 他迅速调整部署,要求继续往前挖坑道,又往前推进了几十米。 把那个大炮推上前沿平射,然后重新组织突击力。 然后终于就突破了。 到最后的时候,76团三连这样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连队加入了战斗。 这个连队打到最后剩下17个士兵。 4宗组成了两个班,就这两个班拿下了张维村的最后一个地堡。 在打张维村的时候,11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也是一开始攻击不顺利。 最后重新组织部队。 突击营营长和带领突击队的副团长。 先后阵亡。 最后突击队是被团长李光带进去的。 所以打张维村,两个重队打一个村。 从6号开始一直打到8号凌晨,才把这个村给攻下来。 三纵打的是那个村叫马围子。 非常困难,一直就打不下来。 19团。 西连连长李家海牺牲。 最后全连只剩下两名新战士和三名伤员,伤亡殆尽。 22团扑进去继续攻击。 结果遭到了守军的火力的巨大杀伤。 没办法,加入预备队再冲。 结果预备队冲上去以后,和原来的突击部队混杂在一起,拥挤在一起。 也受到了很大的杀伤。 结果马围子就没打下来。 双方处在僵持的这个阶段。 四众打的是那个村叫李维子村。 李维子村守军是国民党第14军的第10师。 在这之前,四众打李维子打了三次了。 都没打下来。 这次是拼死要给他打下来。 一个团突破了阵地的一角,还在那守着。 另外一个团扑向了。 守军的前沿阵地。 但是突击部队受到了猛烈火力的杀伤。 另外国民党军还使用了火炎喷射系。 连长牺牲。 最后一个叫王小瑟的战士,冲到最前头,身上全着火了。 滚向敌人,拉响了手段。 最后冲击连只剩下一个班了。 最后在几个团不停地投入预备的情况之下。 慢慢地向李维子村的核心阵地靠近。 战斗打得一寸一寸的非常艰苦。 就在这个时候,战士们听到一个消息,令他们心里非常难过。 就是他们一个老的村子班长叫肖建章,倒在李维子村的村边了。 这个老班长今年48岁了,快50岁了。 他是42年入的老战士。 一直当伙父。 年轻的官兵们们非常的爱戴他。 因为他很慈祥,把他视为自己的大哥,甚至自己的父亲。 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 战士们在不打仗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老肖包包子。 老肖包子包得好。 一边包一边给他们讲故事。 只要老肖在,官兵们心里就踏实。 但是这几天,官兵们看着老肖一天比一天瘦。 老肖说,送到前线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从嘴里抠出来的。 是顶着敌人的子弹流血吸尘送上来的。 为的是让我们去打圣仗。 我是伙父,我没有资格吃。 这次总工开始的时候,老肖在开始之前就把包子给包好了,蒸熟了。 装了两大筐,用棉被给它盖好,弱乎乎的。 战斗相当推进的时候,老肖挑着一弹子包子就往前沿上冲。 但是冲到李维斯的边上,老肖就被子弹给打倒了。 战士们赶紧跑回来来营救他,给他包炸。 老肖已经不大能说话了。 不停地嘟囔了一句话。 几点了? 老问这个几点了? 抱着老肖,官兵们放冲大哭。 说天黑之前,我们一定要拿下李维斯,不然你白疼我们了。 四中官兵打个红眼子。 拼了,最后冲进去了。 李维斯的守军,第十师的师部和两个团被全奸了。 拿下李维斯之后,四中官兵一步做二步秀。 旁边有个村叫沈庄,继续打沈庄。 沈庄也是过去打了几次,没打下来。 现在四中官兵拼了。 结果一具鼓作器把沈庄也打下来了。 沈庄的守军是国民党第八十五师,把那八十五师传个活捉了。 战斗进行的十分残酷的原因之一就是黄伟还心存希望。 因为他知道中原远军发动总攻的12月6号那一天,离他不远的南方。 也就是在刘汝明和李延延兵团北进的增援皇位兵团的集团当中,蒋介石的儿子蒋伟国,亲自率领战车集团向这边突击。 我查了一下史料,这个突击是非常勇猛的。 但是,阻击部队同样勇猛。 所以说尽管是战车部队亲自完全突击,行动也非常的缓慢。 但是这时候双方都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最艰苦的时候了。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两种可能都存在。 要不然就是把皇位彻底吃掉,12万人给他包着饺子。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打不下来,等你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皇位进行反击。 一旦突围出来,很可能和杜汝明会合。 那很可能对中原远人军或者是华东远人军进行反包围。 那战役可就不是这样的样子了。 就在形势异常危机的时候,被围的国民党军内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杜汝明集团不顾蒋介石的命令,准备抛下皇位兵团不顾,自己分散突围。 那么,杜汝明的这个决定能够给他带来一线生机吗? 杜汝明集团为什么要突围? 他不是要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去解救皇位兵团。 但是,他解救皇位兵团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黄东远人阻击。 怎么打都打不过去。 结果从徐州撤退一直到现在,杜汝明集团已经损失了三万多人了。 部队非常混乱也十分拥挤。 显然,杜汝明这时候才知道,蒋介石的解救皇位的命令不能再执行了。 现在只有一条。 赶紧突围,别跟皇位一样。 被认为死了。 我们现在简单分析一下,这时候我觉得杜汝明也昏了头了。 我们知道,一个巨大的作战集团还有作战能力的时候,他的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紧密的靠在一起,协同作战。 那才有生下去的希望。 皇位现在被围了那么多天了。 战斗打得那么苦,他之所以没被全歼。 皇位从来没有下过自行突围这个命令。 如果他自行突围的话,早就没了。 什么叫突围? 突围是万不得已之下才采用的军事行为。 那么杜汝明集团你现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好,就是你突围。 你突围也别分散突围。 你那么大的兵力,那么强的火力,你集中一点破茧而出,不行吗? 所以说至今我们也无法理解分散突围。 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说决定了杜汝明集团一开始突围,必然要发生混乱。 首先乱了的是杜汝明的兵团总部。 这时候杜汝明总部办公室的中将主任叫郭一宇。 我查到了他的详细的战场会议。 他组织了一个叫做非战斗人员还乡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那些不作战的机关人员和那些什么逃过来的市民把他们集中一块。 举白旗向包围圈之外走。 想必共产党军队不会打我们手无寸解这帮人吧。 他还真这么做了。 没走到那个突围圈的边上就挨了炮弹。 为什么? 你走必然是在两军交战的中间地带。 那个是弹与横飞的地方。 而且华东野战军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队伍。 谁知道你是以什么非战斗环阳的。 结果没走到左远,队伍就乱了套了。 除了死伤的之外,又跑回来了。 也没有弄成。 接着,李毕司令官动摇了。 他说我接着情报,我正面共产党军队包围的很紧。 我没有把我吐出去。 那我不吐了。 而最奇怪的是什么? 我们是那位修卿权司令官。 他不是也主张将在外居民所不受吗? 这时候他突然来了180度大转弯。 他说那不行。 突围是有违委员长的命令的。 我们不能这么胆小。 总而言之,突围行动还没开始。 突围民就意识到所谓的分散突围。 一开始就炮仓了。 如果说不能执行突围, 赶紧收拢部队。 撤销突围的命令。 于是他就打电话给孙元良兵团的司令官打电话。 撤销突围的命令。 但是电话找不了这个孙元良兵团。 就在混乱的时候,只有孙元良兵团急不可耐的单独突围了。 孙元良兵团除了两名司长侥幸逃脱战场之外, 大部分官兵全被驳。 而且大部分的军官都是被老百姓抓住的。 被地方部队、民兵和老百姓抓住的。 只有孙元良本人不着上哪去。 那么孙元良兵团的单独突围显然使攻击的阵型破开了一个口子。 于是杜一鸣赶紧命令部队取权去堵这个口子。 结果国民党第46师堵这个口子的时候又乱套了。 这个师是刚组建的。 这师长连他的营长叫什么他都不知道。 所以基层的军官根本就不知道他这师长是谁, 更不听他指挥。 结果这个师长附伤了,差点没被捕。 混乱当中,一步到二步休。 杜一鸣决定趁着混乱。 大部队向前突。 往哪儿突? 往皇位兵团那个方向突。 距离很近。 反正乱了。 万全突破。 突击的路上有一个地点叫鲁楼。 鲁楼村是写入华海战役时的。 在这里防守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 这个鲁楼村数次一手。 你占领了,我反击。 然后我占领了,你再反击。 来回来回打。 这是两个军,七十军和七十二军轮番进攻。 始终是死守不退。 打着打着,国民党军内部出了问题了。 关键时刻,国民党军的七十二军投降了。 于是减轻了这方面的压力。 到最后阶段,就在杜与明集团突围发生混乱的时候。 中原野战军依旧向皇位兵团突击。 一寸一寸的艰苦作战。 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鲜血。 再有一个方向是大小王庄。 这是距离皇位兵团的核心阵地也很近的。 攻击的是中原野战军的第六宗。 另外还有加上了一个华东野战军的第七宗。 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攻这个大小王庄。 大小王庄的守军是什么? 18军的118室。 这是国民党军战斗人最强的一个师。 这个师死守不退啊。 最强硬的对手。 双方反复在阵地上进行搏斗。 战斗一直从佛小一直打到黄昏。 最后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候。 非要把这个大小王庄拿下来的时候,官民们看见了一个情景。 第七宗队。 拿出了他的家顶。 就是宗队的警卫连。 130名齐刷刷的小伙子。 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一扇的钢盔。 一扇的冲锋枪和卡冰枪。 开上来了。 担任最后的突击。 最后大小王庄被突击下来并且巩固了之后。 大家数了数。 130名齐刷刷的警卫连只吓了17人。 但是大小王庄被攻破之后也动摇了守军的信心。 旁边有一个85军的23师投诚了。 可以回顾一句。 85军最容易投诚。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 一开始突围的时候。 85军的110师师长廖允州就指他们中共秘密打了。 我们刚才前面说过。 中央野人军的三纵打的是马为的词。 现在还没打下来呢。 接着打。 首军是第10军的第18师。 三纵的司令员是陈锡连。 他向邓小平报告。 说我的纵队已经伤亡4000多人了。 我现在所有的机关人员都拉上去了。 支柱队都拉上去了。 邓小平告诉他。 只要在长江以北把两坨敌人给吃掉。 无论付出多大的伤亡都值得。 要坚决战斗到底。 于是陈锡连对官兵们说。 这是全国胜利前的大决战。 三纵就是倾家荡产。 也要把当面敌人消灭掉。 于是三纵重新组织进攻。 最后经过白刃肉搏。 结果才解决战斗。 终于占领了让他们长期付出巨大代价的马维子村。 四纵和九纵攻击的是十四军的房地杨维子村。 这十四军军长叫熊寿春。 他军部就在这个村里。 另外和他在一个村里还有两个师。 就这么多部队集的一个村里。 这个村已经乱套了。 伤兵咱先不说。 这个军的几千匹牲口拉炮车的马已经全死了。 村子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而四纵的司令员陈庚为了攻击最后阳卫的气点。 集中了所有的火炮。 还有集中了所有前面说过的所谓的飞雷。 于是对杨维子村进行了猛烈的轰击。 这个杨维子村基本被夷为屏蔽了。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但英勇的中原野战军官兵们还是一个一个的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此时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黄围兵团核心阵地的进攻即将打响。 黄围兵团还在做拼死的抵抗。 一场殊死较量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战斗。 伤亡很大的中原野战军向华东野战军再次提出了要求。 请增援我们部队。 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们说。 中原野战军要什么给什么。 全力以赴支持。 于是在14号黄围的时候, 对黄围的最后的核心阵地进攻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显所未有的一副景象。 中原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的纵队并肩站在一起。 这就是中原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他的司令员叫王继山。 和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纵队。 他的司令员叫孙继线。 并肩站在一起。 完全打。 他们的前面是黄围所在的双队局的最后一个小小的高地。 叫尖谷堆。 我们刚才说过这是平原。 尖谷堆才高20米。 那高20米已经是当地的制高点了。 只要突破它,那是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 突破它,黄卫就跑不了了。 两个野战军各选择了一个最精锐的突击营。 华东野战军三纵派出的突击营是243团的洛阳营。 是有光荣称号的。 中原野战军派出的是17旅49团。 这个49团有一个营叫襄阳营。 这两个都是英雄部队。 两个突击营各自进行了政治动员。 有竞赛的意思。 两个野战军在一起。 都是我们营必须首先打进去。 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下,突击部队开始发动攻击。 两支英雄的部队。 齐投并去到万里岔。 两面战旗在前面飘洋。 襄阳营的营长叫河满岗。 亲自率领部队冲锋。 冲了最前面的一连三排。 部团队有不停的战士牺牲。 最后执行三名战士这个排。 三名战士死守突破口。 一直守到后续部队跟上来。 相应人就突进去。 这洛阳营的营长叫张明。 洛阳营一开始不太顺。 张明命令四号员吹号冲锋。 半天没听号响。 这个四号员是个小战士姓郭。 刚站起来吹号的时候就中弹了。 一手捂着那个伤口,一手就举这个军号。 他把这个军号只吹出了短促的一声。 就倒下了。 但是就这短促的一声,全营蜂拥而取往前冲。 冲在最前面的是二连。 领导他们再给他们冲锋的是这个营的教导员。 但是这教导员很快就中断牺牲了。 倒地的时候还大喊。 我们营一定要冲在前面。 一定要活着黄伟。 这时候到了最后时刻。 在漫天遍野的海沙绳中, 黄伟给蒋介石打了最后一种点猫。 说他决定突围。 然后就跟第十军军长秦道善。 第十八军军长杨柏涛。 规定了各自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的命令一下, 部队立马就垮了。 军心已经垮掉了。 有的部队时间没到就开始乱跑了。 所以第十军首先混乱了。 他突围的那个地方立马被封死了。 所以说包括军长秦道善在内。 大部分官兵被捕了。 另外,十八军军长杨柏涛率领残部突围。 也很快被封堵了。 这个杨军长和他的师长们。 还有跟随十八军一块突围的那个八十五军的军长。 那时候他已经没有部队了。 叫吴少舟一起也被捕。 那么黄维是怎么突围的呢? 黄维和他的副司令官胡连, 找了坦克,坐在坦克里面要冲。 冲之前他俩商量好了。 咱俩谁活着出去? 就照顾一下对方的家眷。 商量好了就往外突。 突论没有多远,坦克坏了。 于是这两个人跳下坦克,各自。 就逃命了。 胡连最终逃出了战场。 黄维被中原野人三宗一个叫梵天书的特务营的教导员还有几名战士抓获了。 抓他的时候,黄维说,我是名司书。 司书就是文书。 我的军衔就是个上尉。 但是这个梵天书教导员他不信。 为什么呢? 他看见了黄维带的那块表。 那块表又大又亮,很贵重。 肯定是个大官。 就没有放过他。 结果这个时候,一个跟随了黄维为了十几年马的那个饲养员,一个官兵党的士兵,认出他。 指认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司令官黄维。 黄维的身份暴露。 黄维兵团的覆灭,彻底扭转了华海战场的令人担忧的局势。 那么,杜一鸣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 华海战役将沿着怎样一种态势向前发展呢? 请听下一讲。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